那分的話 這是在2000年 柯林頓那時候號稱 我們把它基因解碼 就是2000年 來 哪一種物種 基因的那個組合 最多來 盧同學 基因的組合素 那是可以產生的蛋白基因組合素 來我們問黃大哥 對不對 你社會蠻不好 但是 來我問一下 我們跟水稻 哪一個組合素 產生的幾個 人跟水稻 哪一個比較多 為什麼 好 我跟你講 我們的基因扣只有3萬5 基因扣 3萬5 人大概3萬多 水稻有7萬多 可以嗎 水稻 通常是植物的 生命比較久的 好像都比較多 因為它有很多random 跟我們想像不一樣 或者從另外一個 我們可能是 基因制度 基因就是殘存的基因是比較 對 好 可以嗎 好 可能多它可能另外一個好處 可能是活得久 可以嗎 它可以容忍各種環境 好 好 沒有啦 我快速 就是說基本上 DNA RN 對 Protein 我們 當那一年計畫 2000年做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一陣子 很紅 所以那時候每個人都要做生物 可以嗎 好 就像現在是 我們那時候每個老師也是 說你做什麼 要做生物 可以嗎 我們專長在做這個 資料 資料探索 做生物 生物在做基因比對 那時候 就像現在每個 老師其他領域都說他做AI 可以嗎 你可以去我們 學院或其他學校 每個資工系 你問他 資安 他都也在做AI 可以嗎 每個都在做AI 一樣 對 我們那時候也是做 做到最後只有 做的資工系做的都失敗 唯一可以成功的 你知道嗎 為什麼成功 要靠老婆 好 我們目前殘存 資工系還在做這部分 很大的原因 很大的原因可以他成功 就是因為他老婆 是念生物的 可以嗎 生命科學的 對 那為什麼他做下 因為資工也不知道哪個問題 你不知道解哪個問題 解了一大堆下去 人家覺得你這個問題不重要 可以嗎 投Paper都被當掉 但是因為他老婆是做生命 他知道他可以提供資料跟他 可以嗎 他因為老婆掛名就是老婆前面 你做後面 老婆講什麼做做什麼 他就成功 就這樣可以嗎 就是我們碰到的學界 做生命資訊 跟兒子會成功的通常是 他老婆是 了嗎 真的是不是 成功就是 老公是做生 資訊的老婆是做生命的 很少倒過來的 我看到成功的case 對 好 那這邊DNA變成RNA 然後就是我會解碼就mRNA 然後就mRNA其實mRNA 它會去從裡面 蛋白質裡面去抓 它想要的和在一起 所以我們最近的疫苗就是mRNA 對不對 透過mRNA去做 然後轉譯我們 我這邊講那麼多 就是我們要做分類 好 那這個就是說 我們要再跟影像有關的話 就是我DNA滴進去 那DNA我怎麼去判斷像不像 非常簡單 就是我有四劑 太高沒有辦法 就是說我這每一個就是不同的四劑 不同的四劑 那DNA點上去就會不同的顏色反應 然後不同的四劑 1 2 3 4 5 6 7 8 這可能就8 8乘10 8乘10 因為我不知道 8乘10就是80個 80個顏色 可以嗎 就判斷下去 根據那個顏色就判斷像不像 了得嗎 所以在新竹 我不知道在家裡有 醫院有什麼門診 新竹的馬界有個門診 特別特別 跟台北不一樣 特別 生意特別好 來 大家猜 盧同學來個門診 台北沒有的 就是 親子鑑定 親子鑑定在馬街 新竹馬街生意特別好 親子鑑定在新竹馬街 好啦 所以你D下去 如果你兒子跟你的 你的基因跟你兒子的基因 低下去應該是那個 顏色分布是非常像的 就是它概念是這樣 基因鑑定 它概念是這樣 好 那在這裡就是你產生出來的 不同顏色 不同世界它產生的時候 應該是基本上如果基因 一樣就是會 一樣的 然後就這樣的 它做 那你可以把它變成0到1 兒子化 然後就0到1去比對 就這樣 然後你就會 相同的基因就會非常高的相似度 概念 好 這叫做 Microarray Microarray 所以像 台鹽 因為賣鹽不好賣 它可能就很多 就做面膜什麼東西 對不對 做面膜 就像我們 我之前是在海大 那海大 我跟你講海大 我一直覺得冷門科技都很賺錢 它是養殖 養殖 養殖 養殖器 那其末作員你知道是什麼嗎 他一開始開學就給你一隻龍蝦 一隻 一隻 龍板斯丹 龍板斯丹 其末就是蹭拿過來看誰蹭的 比較重 其實分數就比較高 可以嗎 蹭完呢大家就 BBQ 可以嗎 我是好奇 如果學生比較有錢 他就是 去買一隻對不對 所以我們那邊 加大跟海大不一樣 海大那個每次 老師 教師會都送面膜 可以嗎 因為 他們那邊海洋 海藻什麼東西會提面膜 那 我不知道 這邊 就生物基因搞不好 中油可以弄 這邊就是我們 那個跨越麥克風 麥克風 麥克風 那生物基因 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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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蠻紅的 就是說 Dip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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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Google 他說他 欸 你知道這個問題嗎 花神 就花神 拿諾貝爾獎 因為他知道 是懸弱狀 他的基因是懸弱狀 這個人家困了好久 他要解釋立體 聽說我不知道這是一個公案 說那個花神就是 跟人家 他在 我們去 如果你去圈橋 他有一間餐廳 他跟人家花神在這邊 跟人家討論 提出這個 那一家 可以嗎 我去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蘋果樹是華盾 坐在這邊想到的 掉下來 可以嗎 就花神那個 那個蘋果樹 聽說是死掉又重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蘋果樹那邊 嘿 花神 聽說花神是跟人家聊天知道 那 我講的那個懸弱狀 就是 DipMine 你要知道那個 蛋白質的立體結構 其實 他的結構到底是怎樣 很難 可以嗎 DipMine可以自己做 欸 李光宇知道嗎 就 我怎麼知道他的基因結構 是這樣 這樣轉的 就是因為這樣是哪 沒有被我講 好 所以每一年就有不同的 這曼漢度計畫 然後這是 原子彈嘛 那這個的話 來 盧同學問一下 我問你一下 Apollo計畫就是在 上面 登錄嘛對不對 欸 你看那個 那個 國旗 為什麼會飄 沒有空氣啊 就你的錄影 沒有空氣 黃大哥為什麼會飄 這真的是懸案 你可以嗎 NAS 然後人家去調查說 那個video在哪邊 沒有不見了 這個懸案就是那種的 那其實 那現在你會發覺 我們ChopGPT 可能也是那個 一個大的突破 這邊是在那時候是說 在那一年是說 我們把基因結碼 其實也沒結碼 只是變成是 CDGT 就是那個 四個碼 把它編出來 對不對 大家趕著2000年 去 提個作業 對不對 李光宇知道嗎 就把那個 然後 全世界就會去結碼 要2000年 那時候把它結出來 盧同學知道嗎 大家趕 把它趕出來 還是要趕座位的結果 譬如說 你已經寫 你那個每天打對應的玩具 突然說隔天要 你怎麼辦 聽說非常多錯誤 可以嗎 很多都解錯了 可以嗎 因為會趕工 很多裡面都解錯了 但是你也不知道對或錯 好 好 那我 時間不要講那麼多 我們重點是要做 研化素 研化素 來 就我 透過基因 然後一直比 一直比我可以比它 是不是相似 如果我在做病的時候 有root 就是研化素 就是所有都會萬中歸一 那另外一個是沒有 就是兩個相近就是病 這是unroot的 這是unroot的方式 就是如果以細菌來講 那就是它有各個相似性 這如果是有root的話 它就是一直一直會病 一直病 就是研化素 就是一直病 各種細菌它之間的關係